大家好,我是樱桃杨子 台湾有一个年仅17岁的少女,小琪 受到不少媒体的关注 奇怪的职业,叫做大体修复师 那媒体就问她 你为什么这个年纪会做这么恐怖的工作呢? 她说呢,她在念初中的时候 是那种功课不好,经常淘家翘课的少女 常常去警察局报道 那么有一次呢,她的初中同学突然间就死掉了 那警察呢,就说死因是吸毒过量死亡 因为她这个同学呢,有这个吸毒的前科 但是她同学的父母亲呢 却不接受这样的死因,坚持要验尸 验尸的那个时候呢,在殡仪馆 小琪还有一些同学都跑去看 当时的这个设施啊,是你在外面 其实隐隐约约可以看到里面解剖尸体的情况 那小琪可能是比较大胆吧 她就站得很近,就看到一个法医在里面 给她同学解剖 那么验完虚后呢,法医就跟大家宣布 她的同学不是吸毒过量死的 她同学的体内根本就没有毒品残留物 反而有大量内出血的痕迹 那么小琪听了之后呢,就觉得 哇,好崇拜这个法医 所以她就从一个不爱念书 爱陶家翘课的少女 转成一个想要念书 立志做法医的少女 那小琪当然知道 当法医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 所以呢,她在求学的过程中呢 无意间接触到了大体修复师这个工作 她就觉得这个呢,是蛮接近法医的 她就从这个工作开始一步一步朝她的梦想迈进 那么这个改变小琪命运的法医是谁呢 她就是在整个法医生涯里 总共参与解剖了三万多具尸体的 台湾第一法医,杨日松先生 杨日松先生出生于1927年 台湾梁丽仙人 他的父亲杨兴慕是小学校长 所以他们家也算是书香门第了 那当时日本人在台湾推动黄明化运动 所以让杨日松目睹了一些日后坚定她人生目标的事情 像是杨日松的家里原本挂着一块红龙糖的鞭额 却被日本警方强硬拆除 日本人其实从1931年就开始在台湾推动黄明化运动 主要除了管制言论啦 强迫服役 还有就是无所不在的文化输入 我记得像我外婆那一辈啊 她们的名字呢就都要改成一个 就是最后一个字是孩子的字 所以像我外婆就改成了月子 而且都要学日文 所以其实老一辈的台湾人多少都会讲一点日语 但其实台湾的抵抗 从1895年 日本人登陆台湾开始就一直是很强烈的 当时日本人原本以为可以很轻松的 就接收这个美丽的报道 没想到却遭到了顽强的抵抗 最后日本人甚至展开了报复性的屠杀 从北到南死伤无数 估计大概屠杀了至少六七十万台湾人 所以可想而知 在日本人统治的那个年代里 有多少不公不义的事情发生 杨日松的父亲杨兴牧 最后转去做了司法保护会长 他发现了很多司法上的不公 凡是刑案 只要牵涉的人员 同时有日本人和台湾人 即使证据有利于台湾 司法人员也会偏向日本人 当时还发生了一件让人十分气愤的事情 杨日松呢在高中的时候 他搭船去日本求学 结果他的哥哥就来接他 但是却被日本警方毫无理由的以间谍罪逮捕 为了能让弟弟杨日松早点安顿 他的哥哥也同意写下自白书 没想到却换来了一场牢狱自灾 这些不公平的事呢 就让杨日松意识到司法公正的重要性 也对这些相关的书籍产生了很大的兴趣 那影响杨日松很多的其中两本书 一本是宋朝的法医学家宋慈所写的《喜冤录》 这本书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吧 立本比较冷门叫做折育归贱 折育归贱当然和乌龟没什么关系 这是一种借敬借鉴的说法 否则杨日松长大后就养乌龟去了 而不是成为一名受人尊敬的法医 这里可以稍微了解一下 折育归贱是本什么样的书 折育归贱是宋代法学家 郑克写的法学著作 全书共八卷 包含了侦查破案 法庭审讯 司法检定 痕迹物证 调解纠纷 辩护血冤 病罪良心等方面疑难案例395个 海赴作者精辟的评论 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预送案例汇编 那这些儿时经历和教育背景 就让杨日松产生了一股玄弧济世的热情 所以尽管他有台湾大学 医学院 还有东京帝国大学医学博士的闪亮学位 他仍然选择了研读很冷门的法医学 并且很早就体认到 法医必须与实际办案结合 他就这么一脚踏进了 刑事法医学的领域 这里我要特别说明一下 当时的台湾社会 能够当医生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更不要说你还是那么好的学校出来的 在那个年代里面 大家知道在台湾有句话 如果说想要赚钱 最好康还是被别人来 第二个是做医生 而相比之下 法医不管是待遇也好 社会地位也好 还有工作环境都非常的差 台湾第一宗分尸案 西元1969年 台湾发生了第一宗的分尸案 震惊了当时民风还很淳朴的台湾社会 被害人是退伍老兵 但是有工作还有不少的积蓄 所以迎来身边的朋友对他痛下毒手 被害者的尸体被分尸成三大块 要特别说一下的是 当时的法医见识技术 当然没有现在的先进 可能是因为这样 法医杨日松有他自己独特的验尸习惯 他非常注重命案现场的气味 而且他认为这是对死者的一种尊重 所以他到命案现场 验尸都不戴口罩 也不戴手套 但很多人还是觉得不可思议 这怎么忍受得了 我想大家都至少听说过 尸臭有多么恐怖 所以杨日松的验尸行为让人十分不解 对此其他法医是这么说的 各位要晓得 尸体会有失变 还会失脏 经常我们看到那个尸体一解破的时候 气体从里面冒出来 吐出来的时候 那跟瓦斯一样 很错很错 瓦斯有时候还无味 他还要站在旁边 第一的是就检视 去做触摸 这个不是常人所能够接受的 虽然最后破案是因为其中一名嫌犯自首 但因为头颅一直没有家人来认领 所以只好泡在福马林里 放在刑事局的法医办公室里 一放就是几十年 中间还一度传出这个泡在福马林的头颅 继续长出头发和胡子这样子的灵异事件 结果还有国外的专家前来取样研究 那当然证明不是灵异事件 不过杨日松有说 有时候碰到破不了的案 还会去跟这个头颅聊一聊案情 西元1977年 正好是台湾经济要起飞的时候 很多人求职落渴 有好多女孩子都出来找工作 大街小巷的电线杆随处可见贴着求职广告 其中年仅25岁的会计 却在北上找工作的时候 产遭性侵分尸 当时是有两名沙场工人 在大汉西旁发现了一个塑胶带 隐隐约约露出了露块 他们还以为是猪肉 没想到走近查看 差点吓得魂飞魄散 里面居然是肢解成好几块的人体 这个案子在当时欢欣鼓舞的社会氛围中发生 可想而知引起了不少恐慌 媒体当然也大幅度地报道 更糟糕的是 这具女尸的头颅一开始是没有找到的 那个袋子里面只有尸块 记者会后有很多尸中人口的家属前来指认 最后确定死者是 年仅25岁的会计小姐张明峰 确认死者身份这个部分 对当时的见识和办案技术都是相当困难的 不像现在DNA很容易就可以验得出来 因为DNA要相同的话 说实在还蛮难的 但那个时空背景里面 这个枝块被分解出那么多的枝块 能够把它拼凑起来 而且到处研判出同一人所为 这个的确要非常绝高的这种一些专业的技术 后来是从台北市列侧监控的性侵犯名单中 找到了嫌疑犯 江子翠分尸案的凶手虽然落网了 但法医杨日松却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他感染了民间传说的尸毒 尸毒在病理学上的解释就是 长期接触尸体 沾染上尸体因为腐败所释放出来的 蛋白质化合物毒素 这种毒素会造成皮肤起疹子 全身起氧无比 非常痛苦 那这个消息传出后 就很多人寄偏方给杨日松 他也一一去世了 可是都没什么效果 后来他自己突发奇想 但我觉得是僵尸片给他带来的灵感 用糯米救他 糯米不但可以清除他的尸毒 还有预防僵尸的错 他决定用洗米水来试试看 结果他真的用洗米水洗澡之后 身体没那么痒了 后来就好多民众专程送洗米水过来给他 所以他的家门口摆着一个很大的水缸 来收集这些洗米水 民间流传将是尸毒商人 古人就以糯米来除掉尸毒 因为糯米有扶正去鞋的功效 据五代时期 南唐氏良实信本草中说糯米 能形容味中血迹 解缘精度 影响台湾旅游业 差点成为悬案的锦口真离子命案 1990年 日本女大学生锦口真离子 只身来台湾自助旅行 却从此人间蒸发 井口的母亲十分焦急地来台湾找女儿 警政署也成立了专案小组 还有高额的悬赏 但是过了半年都找不到井口真离子的下落 可是这个新闻却重重地影响了台湾的旅游业 台湾更是被国际列为旅游危险地区 半年多过去了 终于有人投报警方 说曾经看过高雄的一个计程车司机 刘学强 载过海报中的女生 警方就立刻对刘学强展开调查 刘学强当然是失口否认 但是疑点很多 首先警方在刘学强的车上 发现他挂满了佛像佛牌这些 而且经常有嫁不回 睡在车上 警方也发现在某一个月份 刘学强家里的用水突然增高 居然用掉了五顿的水 并且墙上和地上都有强奸反应 还有大量的清洁剂的清洗痕迹 法医阳日松我觉得他应该是蛮相信鬼神之说的 那他在看到这些证据之后呢 以他的经验来看 这个刘学强应该就是杀人凶手 所以他对一直失口否认的刘学强说 你再不招供 警口会一直跟着你 结果刘学强居然听到这个话 就招了他坦诚 他一直觉得警口真理只跟着他 所以他才不敢回家睡觉 都睡在车上 刘学强说他是在高雄火车站和警口真理只搭讪的 搭讪成功后呢 他就带着警口真理只到处去逛 而且警口真理只还答应要到他家过夜 我看到这个资料的时候 我觉得挺离谱的 但是我的朋友说他去台湾玩的时候 他也是跟这个很热情的机程车司机聊天 聊到最后呢 他们晚上也一起相约去玩 但他是男孩子 其实不管男孩女孩都一定要有保护自己的意识 当天晚上 受性大发的刘学强 想强奸警口真理只 警口却敌死不从 前者还拿起十字弓 向后者头部连射四件 刘学强呢 把他分尸后 埋在一块空地 但是头颅呢 就随手丢到了这个垃圾车上 所以后面才会找到尸块 却一直找不到头颅 警方根据刘学强的说法 找到了警口真理子的尸块 但是因为时间过得太久 所以已经变成了一堆白骨 奇怪的是 找到警口真理子尸块的地方 其实早就有很多民众报警了 但是他们报警的原因是 经常听到有女子的哭声 可是警方到了现场 却什么人也没有见到 我不知道你们相不相信灵异事件 但是我觉得还挺恐怖的 人犯找到了 但对杨瑞松来说 挑战才真正的开始 因为没有头颅 所以警口真理子的母亲 似乎不愿意承认 眼前的一堆白骨 就是自己的女儿 因为杨瑞松博士是流日的 所以和警口真理子的母亲沟通 完全没有问题 看她一一和警口真理子的母亲分析 其实这一段还挺伤心的 她就跟警口的这个妈妈讲 从她现场的这个骨骸 经她这个鉴定的这个结果 这个是同一个人的 而且是女生 还没有生产 那么这个身高都符合 真理子的 借这个身高 杨瑞松曾经说过一句话 即使凶手的分尸手段 再残酷 面部再难以辨认 只要是死者的妈妈来认 一定认得出来 这样的例子太多了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 白小燕命案 当时呢 我记得是 好像是有一具女尸 被发现 从水坝浮了上来 当时白小燕已经失踪很久了 所以这具女尸 很有可能是白小燕 很多的这个警察到了现场 还有这个民众啊 然后电视也是实况转播这样 我当时看到那个画面 就是镜头是拉得很远 可是你可以看到 就是他那个 就是那个封条里面 封条外面都是人 那封条里面呢 就是他们排了一个 就是那个女尸 在地上 但是是盖起来了 看得不是很清楚 白冰冰到了现场 那媒体就一直拍着他嘛 请他没有哭 什么都没有 就是一脸木然 他就下车 走到那个尸体的面前 然后跪下来 好像是警察 他自己就把那个 盖上的这个布掀开来 这掀开来的过程 我那时候记得 我就一直盯着 那个屏幕 虽然有点远啦 但是我就一直盯着屏幕 就看到他掀开来 也是没有任何的表情 就一下子而已 然后就先 就把他盖回去 然后点头 说是 是白晓妍 那么一下子 他就认出来了 我当时印象 非常的深刻 正经台湾社会的军购弊案 震惊台湾社会的军购弊案 第三年的海军上校 引清风命案 因为他掀起了台湾军购弊案的一层巨浪 还有就是我小时候 我们隔壁邻居住了一个少校 但好像是情报局的 当时我们就常常去这个邻居家玩 然后有一次就听他们说 他从少校升到了中校 那我就问这个叔叔说 那接下来是不是 再花多久多久时间 就可以升为上校 因为我想的是说 如果少校到中校是 比如说要两年 那是不是中校到上校 也是再一个两年这样 结果我那个叔叔说 不是 中校到这个上校 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有可能就是一辈子就在中校了 然后好像是 中将到上将也是特别困难 好像是这样 我不知道我们记错 那这就是我对军阶的 第一个印象 那尹清风当时好像是负责 拉法业军购案的议员 他的尸体刚刚在海上 给人发现的时候 军方是想简单的 以自杀就结案 那当然没有那么便宜的事 所以又请到了 法医杨日松出来验尸 这个压力其实挺大的 因为这个拉法业军购案的 金额十分庞大 高达了1152亿台币 所以要扛住压力 宣布尹清风非自杀 而是他杀 真的很不容易 要做一个法医 要很多条件 第一个你自己没有良心 做不了 对尸体要尘射 对朋友要尘射 对长官 部下都要尘射 没有尘射的人 我们不要打来当了 还原尹清风死前场景 应该是9点多 尹清风前往豆浆店 并在门口上了一辆军方的箱形车 车上有至少两名身穿海军制服的军人 在车上尹清风就遭到殴打 死后才丢起到海里的 尹清风命案虽然众说纷纭 虽然目击者和证据都显示是海军所为 而且用嚼指掌都知道 一定和军购案那些贪污有关 但很多证据包括什么 汇管单拉录音带啊等等 都已经被海军抢先销毁了 尽管这个案子在当时 让法国的外交部长陆马斯下台了 但到现在都还没有找到 真正的幕后知识者 为死者洗冤的重担 终于永远卸下了 法医杨日松的名气越来越大 到后来很多家属都指明 一定要杨日松养法医来验尸 才接受验尸结果 我知道嘛 我没有一个公司主持工作了 而且台湾的法医又少 导致他的工作量十分惊人 在整个法医生涯中 他参与解剖的尸体 多达三万多具 回到刑事局办公室的杨日松 已经非常累了 还得研读厚厚的资料 看看杨日松书柜里面的书 泛黄破碎的书页 每一本都被翻烂了 2010年11月14日 传出了法医杨日松 罹患大肠癌的消息 隔年11月23日 法医杨日松就因为大肠癌 病逝于国泰医院 享受84岁 巧合的是 他的生与死都是同一天 我是樱桃杨子 希望你喜欢本期的视频 我们下回见